桃园一家医院的医师发生院内感染 虽然防护措施都有依照SOP 不过摆秘仍有一书 就怕类似的情况会再发生 指挥中心也发函各地方卫生局 要派人抽查各医院 包含了社区通报裁件 动线规划跟门禁管制等等的防疫措施 地毯市要来检视全台医院的感控措施 桃园一名住院医师在院内感染新冠肺炎 虽然防护措施都有依照SOP 但防护很难做到百分之百 为了防止摆命人有艺术的状况出现 指挥中心也发函给各地方卫生局 近期将派人无预警抽查各家医院 地毯市检视全台医院感控措施 我们都会聘请橄榄科的医师 然后跟我们卫生局的同人一起做茶喝 没过的话我们会请他做改善 我们也会去针对回过的地方会去追踪 未来会抽查十大上目分别会检视医院 有没有订定传染病监测通报 要看看是否有加强社区通报裁检 定出当大规模感染发生时的应变计划 另外这对就医陪探病的民众 也要检视有没有做好院内动线 还有门禁管制 以及医护人员的健康监测 是否有做教育训练 抽查将会在最近启动 每一家医院最少会查一次 以台北市来说 四四家地区级以上的医院 也都会在2月28号之前完成抽查 把这个裁检的这个对象范围做一些扩大 照顾确诊者的病房的这个医师的人力 在分仓分流跟人力的轮班的部分 做一些调配 其实卫生局大概也很忙碌 它大概也很难有足够的人力 去做很详细的集查 书面的资料看起来是有问题的 那才会去实地去看 一届普遍认为抽查是有必要的 不过各地方卫生局是否真有足够人力 能够确实执行 还得再观察 这一天我们一世的TEMPODO